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我是沙晨 菲律宾城将首次派战机参加澳大利亚联合军演 那在展开讨论之前 首先把时间交给尹梦 请他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媒体视线 尹梦 好的 沙晨 我们来关注以下几条来自媒体的评论 首先来看第一条 近日 被搁置数月的队伍援助法案在美国会获得通过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表示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既是协调盟办对乌援助的操盘手 也是对乌军援最多的国家 美式暴心救火的举动将进一步加剧俄乌对抗态势 我们来看第二条 近期 韩国国防部透露战略司令部筹建情况 中国军网发表评论表示 长期以来 美国对韩国军队建设及军事部署保有较大话语权 韩国此次抽调三军精锐组成联合作战部队 意在增强战略自主 逐步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指挥权 我们来看下一条 近期 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开战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部署 中国国防报发表评论表示 日本试图通过参与海外军事活动 特别是日益增多的联合演练 为其继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 积攒人脉 我们来看下一条 近日 美飞肩并肩演习落下帷幕 中国军号引用相关评论表示 美国长期在世界各地拉帮结伙 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同盟体系 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实际被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沦为美国的霸权工具 最终只会反受其害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 日前 针对美军与台军悄悄举行的 未公开的联合演习 军正平工作室发表评论表示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紧爆美国大腿 拿台湾人民生命安全和福祉当政治筹码 靠外部势力撑腰壮胆寻求突围 必将给台湾地区带来严重后果 以上就是本周的媒体视线 沙尘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军和台海军近日在太平洋 举行了所谓的联合演习 但是双方都未公开承认 而是称之为海上的意外相遇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情况 据路透社报道 台海军今年4月曾与美国海军 在西太平洋地区举行所谓联合演习 但此演习并未被美国与台当局正式承认 还将其形容为海上意外相遇 报道称 美军与台军双方出动大约6艘海军舰艇 旨在演练通信加油和补给等行动 此外 近期中国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 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4月 中国海警还发布了五星红旗 与金门岛同框的视频 自214恶性撞船事件后 禁止限制水域 一度成为岛内媒体炒作中国海警行动的高频次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中国海警用实际行动表明 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 一说 也让岛内媒体的炒作 延期息鼓 领军日媒报道 13号 日本海上自卫队第46扫雷舰中队 所属的扫雷舰黑岛号 停靠在石原港 此前 石原港被指定为特殊用途港口 美军舰也多次停靠在石原港 东旭你怎么看 刚才我们说到的美国媒体爆料 美军和台海军曾经在太平洋举行 所谓的联合演习 但是悄悄地进行 没有公开承认 双方说的是海上的意外相遇 然后你看他的科目 双方派出大约六艘海军的舰艇 他的演练科目是通信加油补给等等 演练这些内容目标是什么 心中有鬼 行为上自然就是偷偷摸摸 那么美国海军和台湾海军 应该是事先进行了串通 选择一个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海域 进行了短暂的这种联合训练 那么美国海军使用的 应该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或者是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 也就是说他在亚太的 这样的一些常驻性的兵力 而台湾海军他主力的战舰 都是从美国引进的三四十年前 或者说更早的这种老旧的战舰 那么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 技术和作战能力 差距是非常大的 不太可能进行高端的联合的 这种火力打击演习 美国海军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想暗中的针对台海 展示他的这种介入能力 给台湾地区 让他们熟悉美国海军 在太平洋的兵力部署 包括他的这种战术战法的 这样的一个新情况 那后续在台海的相关区域 和台湾海军进行秘密的联动和互动 要彼此增加这种熟悉感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海警 在金门附近海域展开了常态化的执法巡查 应该说用实际行动 表明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 这样一说 你怎么看中国海警的这种 依法的常态化的执法巡查 带来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巡查的行动 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214恶性撞传事件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台方刻意地回避谈判 以及事故的相关的调查 对于自己方面出现的问题和错误 一再回避 反而是不断地向大陆方向泼脏水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 通过这种巡查的行动 来加强对相关海域水域的这种管控 从大陆方向来说 是保护两岸渔民的安全 所谓的禁限水域 是台方单方面声称 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 某种程度绿营媒体的降调 也是来自于美方的压力 美国注意到此前的撞传事件 对于台海的形势来说 是一个风险点 并不一味地支持民进党当局 与大陆方面进行对抗 而希望世界能够降温 所以从相关的媒体的炒作的 这种音量的变化当中 也可以看出台独势力 当然试图以美谋独 但是从美方的角度来说 也是从战略 以及从这种安全方面 来考虑台海局势的变化 那我们知道台当局曾经叫嚣 要在金门进行实弹演练 而且要在金门常驻部署大型的舰艇 那么台军是如何对离岛 进行兵力部署的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尹梦 通过一组图片的方式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介绍 尹梦 好的 沙尘 台军方已要求金门防卫指挥部 与台海军预判可能的冲突样态 及处置方式 纳入平时演练 做好冲突支持准备 台当局究竟在本岛之外的离岛 部署了哪些 所谓可能用于应对冲突的兵力呢 我们通过一组图片来了解一下 首先来看第一张图片 这是驻金门台军的美制M1式 240毫米榴弹炮 台军的240毫米榴弹炮 每一枚炮弹有130公斤 火炮本身的重量近3万公斤 适合用来摧毁坚固目标 比如重型水泥防御攻势 但数十年过去了 台军的240毫米榴弹炮 性能早已过时 暂时生存力存疑 2022年台立法院要求 台军研究在金马等离岛部署 各式精准导弹的可能性 台军透露 已部署双联装 美制独刺防空导弹 后续规划增加部署 便携式独刺导弹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这是号称台军最神秘的部队之一的 海风大队 岛内媒体称 澎湖藏有一支最神秘的海风大队 配备陆基雄风2 雄风3反舰导弹 可24小时监控解放军 台海军选择澎湖岛马公港 为四大基地之一 这里也成为台海军舰艇 可以最快增援金门马祖的出发地 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图片 这是台海巡署的嘉义号巡逻舰 近年来 台海巡署建造了四艘 4000吨级巡逻舰 暂时将加装反舰导弹 和密集阵进防系统 事实上台海巡署已经开始强化 平战两用 例如2022年 一艘安平级巡防舰 在演习中发射雄风2反舰导弹 高雄号巡逻舰还曾与台海军舰艇 一起监视解放军护卫舰 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沙晨 谢谢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 日本的这个黑岛号扫雷舰 经常被用来部署执行侦查任务 然后来侦测中国军舰的相关的动向 但这次我们看到 日本把黑岛号扫雷舰派到了 石原港在那儿做停留 石原港首先它的这个位置 我们知道非常的敏感 把黑岛号派到这儿 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黑岛号扫雷舰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装备序列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是杂兵 也就是说打杂的 就像主持人刚才所提到 长期以来执行的是 跟踪盯梢的任务 比如说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编队 出岛链到西泰的区域去进行训练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航母编队到西泰海域去进行训练的时候 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派出这个杂兵 包括黑岛号在内的一些这个舰艇 进行尾随 进行跟踪盯梢 然后呢还会这个拍照 那么进行这种数据和信息的这样的一些搜集 除此之外呢 扫雷舰往往是具有布雷的能力 把它部署在石原岛这样的一个位置 可以针对台海方向 可以针对第一岛链上的一些海峡通道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布雷 我们要看它执行的究竟是什么任务 还有一个就是 它会不会打着扫雷演练的旗号 演练针对敏感海域 针对敏感海上通道的这种布雷能力 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 在日前结束的美飞肩并肩2024联合演习中 美军借机测试了新基地的实战效果 在演习的后续行动中 美军将联合太平洋多国战备中心出口型部署至菲律宾 为其提供一个建立本土训练中心的模式 非空军翻译人表示 这次美飞演习的重要目标之一 是让菲律宾空军为大规模兵力部署做好准备 以参加大型国际军事演习 据悉今年7月 菲律宾将首次派遣FA50飞机 前往澳大利亚参加2024七黑多国联合军演 非总统马克思此前表示 菲律宾需要一支更强大的空军 近期中国海警在我国黄岩岛海域 开展维权执法活动期间组织日常训练 16号菲律宾多艘船只 在我黄岩岛临近海域非法聚集 开展与正常渔业生产作业无关的活动 中国海警加强现场监视取证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 如果非方滥用中方的善意 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管辖权 中方将依法维权反制 相关责任和后果完全由非方承担 其实近期年我们关注到 菲律宾空军在不断提升战力 这样一个动向 比如说这次他准备首次派出FA50 到澳大利亚参加多国的漆黑联合军演 为什么这么注重提升空中的能力 菲律宾跟上澳大利亚是不学好 因为参与这个漆黑演习 我们看菲律宾空军派出的是 他最先进的FA50轻盈战斗机 这是他花大价钱从韩国采购的 数量不太多 而且作战的性能和真正先进的战斗机相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但是对于菲律宾而言 这就是他进行空工作战的主力 现在菲律宾认为拥有了FA50之后 针对南海的一些岛屿目标 岛礁目标 包括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移动的目标 具备了一定的威慑能力 但是他此前没有经验 那么现在会通过美国 包括美国盟友主导的联合演习 和联合训练去刷经验 那么他派出FA50 参与澳大利亚主导的漆黑演习 究竟是学什么练什么 那么不排除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 菲律宾也会去学习 这种海上的挑衅战术 或者说针对其他国家 水面舰艇的这样的一些骚扰战术 但是毕竟FA50 这个作战平台的性能实在是太弱了 本身就是一个高级教练机 改造而来的轻型战斗机 如果说他针对严密射防的 这样的一个岛屿阵地进行挑衅 或者说针对性能很先进的 水面舰艇进行挑衅 那么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 那我们看到菲律宾 把加强自身空中力量的希望 是寄托在美国身上 当然美国对他的帮助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和单纯 接下来时间交给尹梦 尹梦 好的沙尘 近期在美国教唆怂恿下 菲律宾屡屡在南海寻行滋事 目前看菲律宾似乎与美国深度绑定 但进一步分析 美国从未真心实意帮助菲律宾 这从非空军建设情况就能一溃究竟 首先来看 给假信心 2023年菲律宾空军曾宣布 演习中使用FA-50轻型战斗机 在近距离格斗中 模拟击中了一架美军F-22隐身战斗机 引发了舆论哗然 有专家表示 FA-50轻型战斗机是由美韩共同研发 这种结果很可能是通过 故意放水给菲律宾制造虚假信心 被击中的F-22只不过是配合制造人为噱头的演员而已 再来看 给旧装备 贝勒表示对飞大力支持 美先后向其售卖了C-130H运输机和黑鹰直升机等主战装备 不过 这些装备已经接近使用寿命 加之飞空军自身训练和维护保有水平有限 致使这些装备并未显著增加飞空军实力 反而产生了一些次生灾害 比如 飞空军一架机领已超过30年的C-130H运输机 于2021年坠毁 造成近30年来最严重的军机空难 最后我们来看 给空支持 近日 美飞对抗雷霆 空军联合演练备受关注 这次演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 因为美军最新投资的空军基地 巴萨空军基地已经完成翻新 但这些翻新措施大多只能够支持美空军战机驻扎 飞空军想要使用不仅要经过美军批准 而且机场的基础设施也不完全配套 美军之所以为该基地投资了数千万美元 是因为它正对黄岩岛 美军战机只需要18分钟便可抵达黄岩岛上空 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沙尘 谢谢 我们看到菲律宾所谓的民间组织声称要组织船只冲闯 进中国黄岩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 但其实呢 距黄岩岛还有60海里左右的距离 它看到我们的中国海警 严阵一带就灰溜溜的收场了 所以你怎么看 他们组织刻意蓄意组织的这样一种冲闯的行动 而且这个所谓的民间组织背后的力量 还有哪些 从线线上来看 所谓的民间组织 如您所说 是希望能够冲闯12海里 但是呢 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在面对中国海警的时候 只是把一些物资发给菲律宾的渔船 也是希望让菲律宾的渔民所谓冲锋陷阵 能够代替这个所谓的民间组织来发挥作用 那么在中方进行回应的过程当中 大家会看到有利有利有节 首先呢 我们对于非方的意图是判断的十分清楚的 这种所谓民间组织背后 是有菲律宾的相关的政党的利益 希望呢 通过在黄岩岛制造事端 来扩大政党的影响 而如果再观察 它与美方之间的这种勾连 也是若隐若现 甚至呢 可以指向的是 美国会对所谓的民间组织 进行进一步的支持和怂恿 所以在中方海警应对的过程当中 首先展示出的是善意 我们不希望事态发生变化 出现意外事件 不希望菲律宾的无辜的民众落水 最终呢 丧失生命 那么同时对于非方所谓民间组织的这种动作 它要达到的这种目标 在维权方面 我们也是寸步不让 那么同样也对域外势力 搅动南海局势 插手南海问题 中方也在保持警惕的同时 在进行反制 据美媒报道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近日公布了一款被命名为 下一代空中补给系统 未来隐身加油机的概念图 报道称 这款加油机符合美国空军 对未来加油机的多任务平台设计构像 这意味着 它不仅可以提供长城加油支援 还可以用于情报侦查 指挥控制或作为无人机群和导弹的武库舰 另据美媒报道 美军计划对MQ-9死身无人机进行一次重大升级 将配备全新科技装备 提升其网络安全防护和反制能力 使其在现代战场上更具生存力和作战效能 根据美军发布的消息 美军第101空降师计划扩大对无人机的运用 强化与各式武器结合 缩短击杀链程序 此外 近日 美媒还首次公开了美军人工智能战斗机项目 X-62A人工智能飞机 与另一架由人类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 进行了一对一模拟空战演练 美联社称 美国空军正计划组建一支 由超过1000架AI无人战斗机组成的部队 首架预计2028年投入使用 我们看到这次美军宣布对MQ-9死神无人机进行的重大升级 其实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网络防御的能力的提升 一个是反制能力的升级 这两个升级完成之后 MQ-9死神无人机它的性能会得到怎样的提升 东旭 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在最近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确实很拉胯 大家都知道在鸿海 他是派出了死神无人机去协助美国海军的周斯敦战舰 要进行侦查 要进行这种协防 但是死神被胡塞武装给打下来了 这就说明了他的战场生存能力实在是太弱了 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是希望提升他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 两种手段 第一种手段就是强化他的网络防御能力 防止遭到对方的这种电子干扰 或者说这种网络入侵 还有一个就是加挂吊舱 那么这种吊舱应该是一种主动的干扰和压制吊舱 那么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诱骗 或者说进行这种电子干扰 那么防止对方防空武器对他进行锁定 也就是说要最大程度的提升死神的战场生存能力 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有限的提升 那么想真正的保证死神的安全 就是应该让他留在美军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当中 如果肆意地派遣他针对其他国家进行空中的恶意侦查 或者说进行这种抵径的挑衅 他还是难逃被击落的命运 我们看到美国空军现在计划组建 人工智能无人机的战斗部队 另外还计划跟各种武器做结合 然后缩短这个击杀链 如果说未来人工智能的无人机 作为这个空战的主导力量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美国空军大力发展AI的无人机 AI的战斗机 主要是为了执行两方面的任务 第一方面就是把AI战机 AI无人机作为赶死队 利用AI去操控具备很强空战能力的作战平台 即使有大量战机被击落 那么它的飞行员的这样的一个伤亡 也会大幅度的减少 除此之外 这些人工智能操控的这种空中的作战平台 可能也会作为侦查队 可以快速的飞到危险的区域 针对目标进行侦查 这样的话 美国空军认为 整体的作战效能会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作战的反应时间会进一步的减少 但是我们看 现在美国空军 他把武器装备的开火权和控制权 已经完全的交给了人工智能 也就是AI系统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在不断的突破 这种道德伦理和法律层面的限制 其实这对于全人类而言 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看到美军在人工智能无人机领域不断发力的背后 是不得不面对的美国空军规模萎缩这样的局面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尹梦 尹梦 好的沙尘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日前发文质疑 美国空军机队不断萎缩 还能打赢战争吗 只顾专家认为 空军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的危险点 我们来看一组关键词 首先来看第一个 规模不断萎缩 因为老旧过时的飞机退役速度 已经超过了更换的速度 美国空军预计到2025财年 战斗机 轰炸机 加油机 运输机 无人机 和其他飞机的总数量将降至5000架以下 根据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数据 美国空军机队的总规模还不到1956财年高峰时期的五分之一 当时该军种拥有26104架飞机 远远多于美空军2024财年5032架飞机的机队总数量 不仅如此 美空军到2025财年的目标是将现役岗位降至32万个 比前五个财年减少约1.3万个 来看下一个关键词 能力指数级增长 科技进步推动了作战方式的改变 虽然目前美空军机队规模在缩小 但剩余飞机的能力呈指数级增长 例如打击目标的火力和精度远远超过前几代飞机 但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分析师托德哈里森表示 虽然现代飞机确实比前几代在技术方面有更高的速度 航程隐身性和其他优势 但现实情况是 一架飞机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 他表示规模仍然很重要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关键词 现代化死亡螺旋 美国空军面临着机队老化和维护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 这导致其陷入了所谓的现代化死亡螺旋 被摆脱此困境 一方面美空军正努力保持现有机队的规模 这意味着必须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维护和延长旧飞机的使用盛免 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新的更替飞机 例如用人工智能战斗机代替有人机 无人机作为一军突起的新生力量 以由侦察保障逐步演变为进攻主角 可以执行电磁干扰 物资运送 精确打击和毁伤评估等多样化作战任务 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沙尘 谢谢 我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下一代的新型的所谓的隐身的加油机 也这个概念图也已经出炉了 而且它名字叫加油机 它其实我们看它的任务是多样化的 不光有加油的功能 所以这反映出了美军接下来 怎样的战略的考量 小慧 美国的海上的力量的发展 尤其是针对亚太地区 现在应该说 美国在试图摸出一套 应对所谓地区大国的套路 说到航母发挥最大的效能 隐形无人加油机 某种程度能够解放舰载机 让舰载机更多的发挥 这种进攻性的效果 那另外一方面 很显然 美国希望无人加油机 尤其是隐身的能力 能够产生这种多重的效能 包括在侦察等方面 配合美军的行动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既可以所谓保护航母的安全 又可以保证这种前沿的能力 所谓是一举两得 但是从具体操作方面来看 美国要想形成这种 完全的优势的战力 从现在来看 仍然是进行幻想的过程当中 对于美国提升军事力量 以及在中国周边的布局 中国看清美方的套路 也看到美国欲速而不达 但与此同时 针对美方的布局 从中国军事和战略的方面来说 我们也要准备好破局 我们看到美国不断地 操弄南海安全议题 唯恐天下不乱 而有关国家 竭力推动南海问题的 泛安全化 必定对于南海和平稳定 以及周边国家的安全发展 带来不利的负面影响 好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谢谢两位嘉宾的分析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欢迎各位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摇